2021年瑞穗復原拔载庄谷王争霸站系列活动即将在10月份登场 县府客家事务处也紧锣密鼓进行筹备规划 为了提高活动曝光率 计划在台九县復原村入口处架设大型LED活动异象看板 并会同公路局第四段公务段村长以及社区学会现场会刊 在不影响交通安全之下也获得公路局的首肯设置 应接10月9号起登场的2021副原拔载庄谷王争霸站念度系列活动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与在地社区协会村长等紧锣密鼓的来筹办 不仅是活动内容的规划设计 这一次连主场周边环境氛围的营造更是不马虎 由县府编列预算来办理这个大概围棋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活动 希望带动我们中南区的一个观光 还有我们的客庄让更多人来了解来认识 那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我们必须要设立一个入口意向 县府客家事务处计划在台九县复原段这入口处 架设一座大型LED光雕活动意向看板 推展沉浸式的活动宣传 但设置地点涉及公路管辖土地 因此今天上午特别邀请乡公所民政客长钟亚林 村长江达山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梅 会同公路局第四公务段段长陈锦阳现场会刊 从驾驶位置范围及方式等客家事务处与公路局 在地社区发展协会村长共同讨论 施工厂商也依照建议现地良策修正 最后公路局第四公务段长陈锦阳表示 在不影响交通安全不破坏公路 只在绿带景观之下统一设置 而科长陈雪华感谢公路局的支持 并表示若没有问题 两个星期后 今年度古王争霸站光雕活动意向看板 也将闪亮登场 记者时遇南瑞瑟采访报道